大家好我是王炳生 我的风格呢是只讲干活不说废话 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面具 这个面具也是比较特殊的 首先呢看来说人水是生在虚土 就是一个七沙 实际上是入一种七沙格 但是呢它不是标准的七沙格 因为天干是没有透这个七沙的 另外天干有四个人鬼水 这种叫我们叫笔节纵横 笔节是特别特别多的 另外就是人日人银日生在人银时 这种它又叫六任驱更格 这个我们也讲过 为什么叫驱更 特别是这个更 因为在更宫当中有这个荧幕存在 对于是呢它就是叫六任驱更格 那么对这个面具来说 其实你们发现人水啊 它在地质里面是有根的 就是这个仇土啊 虽然仇虚相行之后啊 里面的这个滚水有点点受伤 但是毕竟还有的根 而且天干有四个人鬼水 所以说水是不弱的啊 那么七沙也是比较旺的啊 因为七沙在这个地方 它是得月令的啊 另外木也不弱 因为这里面有两个萤幕啊 也很旺啊 所以说呢就是水木土 它都比较旺 那么这个驱用神的话 它一般的要用火比较好啊 特别是地之间的火 因为这些水啊都去生木啊 然后呢有了木之后 木再去生火 火再生土土 在治这个水啊 它就是有一种流通性啊 而且呢 鱼虚 它本身也拱出一个无火了 那么正当这个无火之后 它也天使 所以就这个命局来说 人水现在虚悦 你发现水是比较旺的啊 寒气是比较大的 见到火之后 也能够给它调喉啊 而且呢 特别是这两个人水 这两个石神 它怎么去 它或者它的作用呢 它一个是谢笔节 另一方面就是生态啊 所以说火是比较好的啊 那么天干取用神的话 我们讲到天干这种笔节动横的啊 你要不呢 就用土来治啊 就是见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 将木来谢都是可以的啊 当然因为它笔节特别旺 它没有见到态性 所以说呢 你天干见到笔节也可以 见到印也可以啊 当然见到印的话是比较累 比较辛苦 那笔节的话 竞争压力比较大啊 最好呢 天干就是见到木啊 在木是正好能够歇袖 或者见到土啊 来治这个水都可以啊 那么我们重点讲的呢 是呢 是这个丑须形的问题 因为这个丑须形 里面的鱼器是受伤的啊 那么除了鬼水受伤之外 心经它也受伤 心经是什么 心经就是在阵营啊 特别是这个丑中的这个心经 在代表他们母亲的印象是最明显的 因为年之代表母亲 是吧 年之代表母亲的公位 这里面又有正义心 所以说在 因为母亲的信息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这个丑须相形 带来两个结果 第一个是年之被刑啊 年之被刑 是代表母亲的公位被刑 另外我们就丑中的心经被刑 心经是正义 代表母亲是吧 所以说就是他的公位啊 被刑了啊 这个印刑也被刑了 都对应着母亲不好 那么前面走心有 本身还比较好 因为走的就是这个应运啊 母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那么走到脊胃的时候 他就明显的不好了 因为脊胃的时候 地支有丑胃虚三行啊 代表这种行伤 所以这个行最受伤的 就是就是丑土 是吧 因为胃土也会去冲丑土 丑胃一冲啊 那么胃中的丁火 还会克这个心经 所以说一定是这个丑土受伤 有代表母亲的公位受伤 那么在这部大运里面 母亲他这个公位受伤之后 对母亲的申请可能就非常不好了 那么到了乌武大运的时候 首先来说 对命主来说 乌武大运它是非常好的 因为天干见到戊土啊 这个七杀格就成立了啊 然后天干用七杀 支笔节啊 代表打败竞争对手是吧 地支银武学翻和火 那么财运就比较的好啊 那么财忘了硬 他就会比较弱是吧 首先因为血翻和火之后 那么虚土中丁火就忘了 就会克这个心经 这个心经 他就会受伤了是吧 然后呢 又到了这部大运的入虚年 那么虚土又忘又会去行 这个仇仇 仇仇的这个心经又受伤 那我们就会发现 无论是虚存的心经 还是仇仇的心经都受伤了 而且呢 年之作为母亲的公位 他又被行了 再就是地支银武虚三和火之后 火望今自然也会受克 对于呢 他就在这一年里面 母亲就去世了 好了 关于这个命局的有问题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